各位先生、小姐、Uncle、Auntie 大家早安 時間來到7月3日,星期三 這裡是香港油麻地港 亦都是全香港最大一個水果批發市場 今天終於有空更新一下 明天又要去雲南 所以今個星期可能是更新這一期 這麼快龍眼已經出來了 龍眼一出來代表什麼? 荔枝即將完結 真的很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每年的荔枝和龍眼 真的做到我們很累 你要把螺頭拉來拉去 很累 見到龍眼出的話 真是看見家鄉 賣完龍眼之後就不好了 當然,現在還在7月頭 通常荔枝也賣到8月中 我們首先來看看木哥今晚有什麼賣 木哥也是今年才開的欄 大家支持一下 這份香印真的非常漂亮 粒頭飽滿,吃下去會有花香味 你不要以為它是日本仔 原來是我們祖國的 而這份東西呢 這份東西就是韓國的 韓國的香印相對上沒有日本那麼漂亮 亦都不及大陸那麼便宜 這麼正 木哥這份羊山水蜜桃 真是非常之正 差不多買了半個月 吃過的朋友都會繼續找它買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份水蜜桃 是樹上熟的 各位 回到家之後不需要等 直接飽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盆土 也是非常之正 上次跟我去北京的朋友已經吃過 真的很正 但全中國都有這份東西 喜歡吃車蜜桃的朋友 就不要錯過了 今期來的是 美國非鷹牌的車蜜 這份非鷹牌車蜜 是九韓半 什麼叫九韓半 即是尺寸的意思 嘩 較小黃皮 這麼熱的時候 吃黃皮 小小小 正 特別拿去沖果汁 這份東西跟我去九仔溝玩的朋友 就知道了 這份就是四川的翠里 木哥真是很勤勤的 早上回覆訊息後 晚上繼續開檔 木哥這間店怎樣找呢 木哥就是馬路口 這間 金丁欄小小間 就是木哥那間欄 之後我們說說 今晚西貨有什麼貨 什麼叫西貨 因為我們那欄一般來說 叫做大陸貨 西貨 日本貨 這三類東西為主 我們來看看西貨有什麼買 今個星期的橙 都是以美國橙為主 有這個黑牌 軍帽 這個是我們橙王 陳師傅 今個星期的TP榴槤 所以現在的TP榴槤不多 一出已經被人搶火了 如果你想買的話 這份金丁也正常的 越南火 之後我們來看看台灣的火龍果 這份台灣的火龍果 都做得不錯 看不看得到 非常之靚 那些雪氣還在 如果山果走雪氣的話 相對不太靚 法國蜜瓜再度登場 加上這個Palmaham 就最好吃了 一個法式的正餐就在 這份法國蜜瓜和扁土 是我們中哥的貨品 這份桃是不是有點熟口熟面 好像你家樓下超市都有賣 然後是南會 今晚不是說沒有雪不珍寶 而是雪不珍寶太少了 大家都收起來了 留飯給熟客 今個星期的蘋果 又有新搞作 這份是來自南非的艾菲 夏威夷樹上熟木瓜 什麼叫清甜 你試一口就知道 為什麼買到這麼貴 真的有價值 香蕉又照舊 就是地悶的天下 你說怎樣分地悶 或者是大陸香蕉 是有得分的 大陸香蕉通常是大一點 粗一點的 地面那些是沒那麼漂亮的 講完西貨之後 就講回日本貨 大家很關心的土 喔 正啊 阿姨姐出品的土 一向都有品質 怎樣買到的土 可以視訊找我 給你們看看 日本香印 日本香印和大陸香印 真的一眼就看得出 日本香印是沒那麼大 沒那麼漂亮的 巨峰其實真的很欺人買 為什麼呢 因為巨峰運輸條件很嚴謹 很容易脫掉 喔 太陽之子 最貴的芒果 如果你喜歡沖飲喝的朋友 千萬不能錯過這份 你只沖繩的百香果 日本最貴的瓜 王冠靖江瓜 講完窩打老道的開放 然後就講石龍街的戰況 石龍街基本上是由早開到晚 一般由早開到晚上 大概兩點鐘 而窩打老道就不同 窩打老道基本上只開到晚上 除了木哥和何姐之外 澳洲星空蘋果 由五十元四個 買到現在五十元八個 這份蘋果 上年未吃之前好像有 澳洲星空蘋果 爽脆甜 這份是日本貴陽梨 聽人說是非常好吃 因為價錢有點浪 我吃不起來 行水你出場 見到行水你就見到中秋 望見家鄉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肥妹 有沒有朋友喜歡吃番薯 現在日本番薯 大量減價也是吃番薯最好的時候 這一份恨 跟大家說超級正 這份西貨 最後講講大陸貨 這一份一看就知道是新疆貨 我剛剛去完那裏 新疆的瓜真的超級甜 之後這一份是八四四 夏天這麼熱當然要吃西瓜 這裡只不過是一小角 維納絲奶油蘋果 也是吃下去最有奶油味的蘋果 給你們看大陸的香飲 大陸的香飲真的很漂亮 你看得出跟日本仔那些完全不同 日本仔那些是小棵沒那麼漂亮 90個甜肚 不用去北京吃 在香港吃好過 這份是四川還是雲南產的鷹嘴芒 超級便宜 如果你想知道果蘭的最新行情 可以在留言中 打一句 我要吃水果 我就會把連結給你 這條是甚麼連結呢 就是WhatsApp的連結 價錢會不會優惠一點 當然是不會 我們行有行情的 難道那東西立即100元 買80元給你嗎 不可能 只不過說公有公價 大家講個信字 好了我要下班了 明天又要飛雲南了 明天是9點鐘機場見 我是你的香港水果導遊 小豆子關注我 帶你走片油麻地果蘭